南投县护理师工会日前举办第16届会员大会 县府特别到场颁奖表扬优秀及资深的护理人员 并表扬共41位护理人员 除了感谢他们平时认真工作照顾人民健康外 也感谢他们投入防疫工作 做护理人员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圣而且非常有价值的 那最近疫情的关系的话 我们也全部都一起加入这个防疫 那我觉得其实防疫并不可怕 在于说我们是不是团结 还有我们有专业的知识跟经验 然后一起来帮助民众安抚他们的心 然后我觉得这次的那个卫生局 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县长林明正表示 护理师相当辛苦 尤其今年要投入防疫工作 县府只有会员大会来感谢并慰绕他们 从今年的延练到现在 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 我们所有的护理师都非常的辛苦 为了要防疫武汉新疫情 他们都不敏不屑地在为我们南多县民来服务 所以我们今天利用他们的代表大会 我们的卫生局长还有我们的观光处长 也都有代表我们县政府 给这些热心服务的耐心有爱心的白衣天使 我们的护理师给他们争送一个小礼物 为了他们这段时间的辛苦 新议员肖志全指出 护理师是份神圣的工作也相当辛苦 期盼借由办理这样的活动 除了表扬以外 也能够慰绕这些辛苦的护理人员 我们知道在医疗院所 护士占有除了医生以外 护士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今年适逢疫期 所以可以说大家都非常地辛苦 县武有感念我们所有的县内的 我们的护士在防疫期间 为了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 投入相当多的心力跟时间 在今天来作为表扬 来祝福他们 除了他们的能够平安幸福以外 也能够身体健康 护理师的工作 总是与人生重要的阶段 环环相扣 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 护理人员总是奋不顾身 正在防疫的第一线 萧议员肯定护理师的用心 也期望藉由这样的方式 能够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之意 记者邱平易 于此参访报道